第3男主角 艾克賽爾 嗨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體生UNI 大家敲碗非常久的 X系列第3男主角 艾克賽爾 終於推出了新的造型 喜歡他的粉絲是不是都很開心啊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會來特別介紹一下 艾克賽爾這個角色 艾克賽爾他在X7的時候出登場 艾克賽爾對自己的過往 完全沒有任何記憶 而在外部也很難找到他的任何記憶 簡單來說他就是一個名 在遊戲剛開始的時候 他正準備要逃離他原本所屬的組織 紅色警戒 而他在途中遇到了傑洛 於是傑洛就把他帶回到 非正規品獵人的基地裡 因此而加入了非正規品獵人的行列 也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引發了非正規品獵人 和紅色警戒之間的大戰 艾克賽爾有一個特殊的技能 就是能夠透過取得對方的DNA 進而變化成對方的樣子 而艾克賽爾也就是活用的這個技能 在X7的最後戰役中 當希格瑪突然出現的時候 他緊急變身成紅色警戒的手禮 在希格瑪不設防的情況下 近距離對希格瑪開了一槍 才成功化解了這場危機 相較於艾克賽爾的勇敢 揭露的冷靜 艾克賽爾他的個性就像是一個 比較衝動的小孩子 但也正因為他們的個性如此不同 讓三位主角的個性能夠互補 一起通過了衝衝的考驗 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揭曉 本週推出的新武器 雙洞霸主 他的設計參考來源 看到他的外型 玩過系列座的玩家 應該不難猜得出來 他就是取自於X5中出現的 草系金魚 以冰塊作為攻擊手段的他 詮釋冰凍噴射類型的武器 是再適合不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